近年来毒品泛滥 为了配合政府少毒反毒的政策 南投地方法院检察署 国际私职会343区 台湾更生保护会南投分会 在于慈乡日月山庄 举办106年度 家老山庄与社区 中秋节关怀季反毒活动 县长林明珍特别出席 表达反毒的决心 活动首先由一阵鼠替代艺 工艺大使团表演活动 以特技、魔术、摇滚音乐等 生动活泼方式 那这样想的更生朋友及眷属 精神了解毒品的违害 达到预教旅任 那活动现场整天不少欢乐 严县长指出 为了反反吸毒时间一再发生 幸福从校园防止吸毒做起 他要求各校校长 若发现学生吸毒 务必主动举发不可隐瞒 并协助吸毒的学生 尽数将毒瘾截斗 以免毁掉光明的大好前途 那么我一直在想 这些更生人 就是过去因为一时的观念的错误 所以有犯罪 那么犯罪他出狱之后 我们社会一定要来容忍 这些过去不好记录的受刑人 那么他出来之后 我想每一个人 心态都是一定要想归正 这好人 但是因为 尤其生活环境的关系 他有时候也要出去找工作 往往 因为过去的不良行为 被判刑 所以一般人对这种受刑人 都有比较排斥的心态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帮助这些受刑人 能够重返我们的社会 让这些受刑人有更新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工作环境 让他有改革自新的一个机会 让他们能够重新来治人 同时今天我们来 非常地来支持 我们地减食这个缓毒运动 尤其人一吸毒 那么就有时候 吸毒就会造成一个家破人缓 尤其吸毒对人的身体健康没有好处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防范 这个吸毒的情况再发生 所以大家共同来反对吸毒的活动 出席这项活动的包括有 法务部保护师 房立云视察 内政部医政署专门委员林启文 台湾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检察署 江惠民检察长 副理水秀设置会 张淑新会长等人 其盘藉由关怀活动 鼓励跟社人积极投入职场 与镇静家庭和谐